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会转向你 你的感 如此温柔 照护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能力得住 紧碰我在手掌欣赏你的爱 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谦卑的仰视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创造宇宙文物 通关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手铺成天上云彩 打造永恒过渡 但这双手却感心为我 染手成固定上苦痛 你供一生盘玩 神节光照圈地 但你却一再赐恩典 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会转向你 你的爱 如此温柔 照护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能力得住 紧碰我在手掌欣赏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千倍的仰视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护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能力得住 紧碰我在手掌欣赏 你的爱如此深切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千倍的仰视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的爱如此深切 你的爱如此深切 照护我心所想 照护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能力得住 紧碰我在手掌欣赏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千倍的仰视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人的爱 竟然可以这么伟大 圣经说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能去爱 不是我们有很大的爱 而是神 他把爱给了我们 让我们有爱的力量 可以去爱那可爱的人 爱那不可爱的人 也能够去爱我们的敌人 人的爱常常是很不完全 而且是有掺杂的 有的时候 我们是为着个人的利益 去爱 有的人爱自己的孩子 只是因为将来 期待孩子长大以后 能够孝顺他 照顾他 养他 有的人爱父母 则是希望能够得到孝子的好名声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神又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是 人的爱有掺杂 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 无私的爱 因为神 也是这么无私无我的 来爱世人 当你得到这样的爱 你就能够活出 爱的真谛 爱的生活来 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有人 爱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的爱 常常在其中 有着我们自己的私意 我们的利益 想法 可是像法国死怀者医生 像他这样的人 里面充满了 无私的爱 这样的人并不多 他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他受到主的爱 主的爱 在他里面 所以他得到很大的激励 那一天他放弃很高的薪水 带预 这样的生活 他选择到非洲 蛮荒的地方去行医救人 他利用一块养鸡场 来开办诊所 一步一步的 扩建病床 从一个到七百个病床 他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不发怨言 不顾自己以真诚的心 来服务这些贫穷可怜的人 属怀者医生 他有着崇高的信念 就是要尊重生命 所以他也为此 推广这样的信念在当地 也因而他得到了1952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森林里默默工作了50多年 一直到90岁 他才安息主怀 他身体强壮 常常喜欢谈风情 而且照着他的遗愿 医愿的同仁 就把他葬在幽静的森林中 他是一个充满爱的 这样的一个人 想到他 我也想到另外一位 他也是奉献自己终身 在非洲传道的英国宣教士 李文斯顿 他也是这样无私无我的爱百姓 所以当他做完 在地上上帝交付给他的工作之后 他告诉当地的徒人 你们要把我的心脏 埋在非洲 因为我的心 要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我的心 永远爱这里的人 这样无私的爱 是何等的美丽 何等的伟大 求神帮助我们 在一个破碎的世代 我们都能够因为神 而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器皿 而且像李文斯顿 像死怀者医生一样 把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也许我们不一定 需要去到 茫荒的地方 就在我们生活的现场 有很多人 他们缺乏爱 他们需要爱 他们需要得到无私的爱 如果你愿意伸出温暖的手 人们将经历到 爱 竟然可以这么伟大